HAN Pilot 平台,以 Intel Array 10 SoC 系列中容量最大的 FPGA 芯片为核心,周边布局着众多高端硬件外设,是高效能计算与分析,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无人驾驶,军事,航空航天,医疗服务等要求高性能的工业嵌入式应用的首选开发平台,被称之为高端嵌入式应用的最佳领航员。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款开发板丰富的硬件配置吧。 在HAN Pilot 平台上,位于中心位置的正式 Intel Array 10 SoC FPGA 芯片,它具有双核 ARM Cortex-A9 硬核处理器系统,以及高达 660K 逻辑单元的低功耗 FPGA。 12V 电源输入口,可外接 12V 电源适配器给开发板供电。 电源开关 USB Blaster 2 下载口 板载 USB Blaster 2 电路 支持 JTAG 和 AS 模式对开发板进行编程。 模式设置开关 支持 AS 模式和 FPP 模式 可选择从 EPCQ 还是从 SD 卡 加载 FPGA 配置文件。 外接 USB Blaster 接口,可连接 USB Blaster 2 编程器,对开发板进行编程。 风扇连接器,可连接风扇给开发板散热。 FPGA 端外设包括 SMA 时钟输入接头,可外接时钟源给开发板提供时钟信号。 SMA 时钟输出接头,可给外部设备提供时钟信号。 两个七段数码管,两个滑动开关,两个按键开关, 两个 LED 灯,可实现简单的用户操作。 功率监测模块,可监测开发板的实时功耗。 DDR4 搜索插槽,支持高达 8GB 的,带 ECC 的标准 DDR4 内存, 并兼容有精的 QDR 2 Plus 模块, EPCQ 内存。 板载 EGB DDR4 内存,温度传感器,可监测开发板上的温度状态, 并进行温度预值报警。 千兆以太网口,可实现 FPGA 端的网络传输。 PCIe X4 Gen3 线缆连接器,可通过 Terasic PCA3 转接卡, 连接至主机的标准 PCIe 插槽,来与主机进行通信。 4 个独立的 10G SFP Plus 插槽,可连接光模块, 进行光电信号的转换,实现光纤通信。 USB Type-C 接口,可支持 USB 3.0 device, USB 2.0 OTG, 连接 PC 进行高速数据传输, 可连接 DisplayPort 接口显示器,来显示影像。 还可通过磁口,为开发板供电。 HDMI 数据发送接口,可外接 HDMI 显示器,来显示影像。 分辨率高达 4K。 HDMI 数据接收接口,可支持最高分辨率为 4K 的影像输入。 2 个 SATA 3.0 主设备接口,可外接 SATA 重设备。 2 个 SATA 3.0 重设备接口,可将焊开发板作为重设备连接至主机。 9 轴运动传感器,内部集成了 3 轴陀螺仪, 3 轴加速度计和 3 轴磁力计。 风扇速度控制器,可控制开发板上风扇的运行速度。 FMC 扩展接口,使用 Vita 57.1 标准接口, 可连接市面上符合 Vita 57.1 标准的 FMC 紫卡,以扩展更多应用。 其中,可连接的有金 FMC 紫卡有, XTS FMC 转接卡,可将高速收发通道转换为 SMA 接口。 第 8 M FMC, 800 万像素摄像头,带有 HDMI TX 输出端。 12G SDI FMC 紫卡,可实现和设计 SDI 和 AES 系统。 HDMI FMC 紫卡,可进行高达 4K 分辨率的 HDMI 图像和视频采集,处理和显示。 ADC FMC 紫卡,可提供 4 个高速 ADC 通道, 每个通道可提供 14 位分辨率数据,采样率高达 125 兆。 HPS 端外设包括,一个用户 LED 灯,一个用户按键, UART to USB 接口,可用作开发版 Linux 系统的串口终端, USB OTG 接口,USB 驱动程序支持 USB 无线网卡,USB 蓝牙适配器,USB 摄像头, U 盘,鼠标,键盘等硬件,可相应扩展系统的应用范围。 千兆以太网口,可实现 HPS 端的网络传输, Micro SD 卡插槽,可存放用于 Linux 启动的镜像文件, 板载 EJB 的 DDR4 内存, 2x 5Pin GPIO 接口。 在有金的官网上,还免费公开了丰富的 HAN Pilot Platform 设计资源, 涵盖使用手册,系统 CD, Linux 版级支持包和 OpenCL 版级支持包等。 其中,系统 CD 中提供的资源包括,板载元器件的数据手册, 如网卡Fi 芯片, FPJ 芯片,存储器芯片等。 设计时另应用,包括 FPJ 案例设计, HPS SOC 设计案例, SOC FPJ 协同工作案例。 用户手册,包括开发版入门指南,开发版硬件介绍文档, 开发版设计示例说明文档。 电路图, System Builder 工具,可协助用户轻松选择板载组件和有金的扩展子卡, 以及自由选择 Verilog 或 VHDL 语言来快速地建立 Quartus 工程, 并且无需手动进行引脚分配和 IO 设置。 Linux 版级支持包,使用户可以在 Linux 平台中开发其软件应用程序。 OpenCL 版级支持包,允许用户使用高级语言来加速其设计。 此外,在有金的 My FPJ 论坛上, 还归纳了开发版快速入门手册及板卡使用 FAQ, 方便用户对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智能问诊。 硬件出众,软件助攻, 让 HanPilot 在你的 FPJ 陷入时学习和应用之路上大放异彩。